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宝典 那么今天的大盘来看一下 今天大盘开高37点 我相信各位会说老师 这个开高37点也太少了吧 为什么 上个礼拜五每股市 报复性的大反弹 涨了372点 那为什么台股就只开高37点 然后涨不动 你自己看 开高之后就在这里晃 就在这里晃四个半小时 你看高低点几点 天哪老师 高低点只有35点 好 成交量 还剩1136亿 大盘是涨40点 可是成交量只有1136 136亿 为什么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这个礼拜就只有三个交易日 紧接着有四天 国庆日的四天廉价 有没有 所以今天礼拜一 再来还有礼拜二礼拜三 我告诉各位 这两天的成交量都会维持在这里 但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你的选股 还有你会不会买 会不会卖 多头没改变 完全没有改变 为什么 上回说过 你知道看一档股票叫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涨一块半 那为什么大盘量缩 因为台积电也量缩 自己看台积电 上个礼拜我35000张 今天剩17000 他的量少了一半 所以大盘当然量缩 可是台积电还是涨 那什么时候大盘才会开始往上表态 我说过了 站稳280 突破280 台积电 你就发觉台股 已经快供到11000了 现在来到哪里 10935点 但是你会害怕 我知道你一定害怕 为什么 老师 就算来到11000 现在10935点 也没有很多 但是我告诉过很多股票 才刚要开始走主胜断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讲说 多头是没改变的 这你不用担心 目前大盘多头完全没改变 但是你要会买跟会卖 而且要会选股 好 那上回怎么做 重点就来了 我怎么做 来先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的测标 来看这里 玉金光 我说他持续嘎空 世新 KY 建林 对不对 然后上回为什么要推 私房标股 冲施办 短线波段都要赚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测标 那请问 来看一下今天测标 上回今天测标都没有变 都没有变 来我们一档一档来追踪 我们怎么买 怎么卖的 来 先看这个玉金光 我说老师你为什么想玉金光持续会嘎空呢 那上回是卖什么 买玉金光 是卖大宇支买玉金光 那怎么买的 10月2号我怎么讲的 来请看VCR 6111大宇支 目前报价121 请市价获利出金 将资金转占3406玉金光 目前报价445 请把握市价买进建立短多单 9点28分 好我们来看9点28分 9点28分大宇支在这边 121 就是卖出的121 好 玉金光呢 9点28分在这里 就是445 有没有 结果你会看到一个答案 好好笑老师 大宇支出掉之后 又打回到114了 出哪里 121 后后老师 这个第二趟赚7块 第一趟赚15块对不对 第二趟赚7块 哦老师 柏仔你有走耶 你如果没走 还剩114你看 还打回来114 然后买445的玉金光 变多少 来看一下 变483.5 好可怕 有没有很可怕 老师天哪 你买得起10张的人 马上赚38万5千 所以上位很高兴 投资长当你看完这张VCR 你看说来验证老师 你真的会买会卖吗 好各位10月2号 你刚才看到VCR 大宇支目前报价121 市价获利出清 各位这是做第二趟的大宇支 没错吧 第一趟赚15块 第二趟赚7块 好你来看一下老师 你会不会卖 你卖121对不对呢 来看一下 今天剩多少 看这里 哦老师才没几天 今天剩107.5 好给你加财你有买哦 你如果没买 你第二趟就输哦 你看我第二趟是买114 第一趟赚15块放口袋之后 第二趟我买114 我卖121 第二趟就赚7块 所以光一档大宇支合起来赚22块了哦 但是各位如果你不会卖呢 他又打回到107.5 好 再来 会不会买呢 3406玉金光 卖大宇支的目的是要买玉金光 目前报价445 请把握市价买进建立短多单 所以买多少买445 好看一下今天的玉金光 今天玉金光还一度创波段新高来到499 今天现在482 跟上个礼拜我来比就小涨个五毛 那请问各位买445 今天482还赚多少 37块 10张还是37万 是不是会买更要会卖啊 那你说老师你今天有没有卖啊 我当然没有卖啊 我不会说看到499就告诉说 我卖499为什么来 各位来 出大宇支买玉金光 这个你刚才看到VCR就看到这里 啊 看到这里对不对 你说老师啊 玉金光你看 他今天冲到499 然后说482 为什么你不卖 我的看法没变啊 各位来 我说他会持续嘎空 这是10月4号 所以你看到10月4号的测标是什么 我说玉金光会持续嘎空 对不对好 啊你看今天 我把现行给你看之后 我说这个高点很快就会突破 这个高点很快就会突破 对不对 今天冲上去 来到499收482 我说这是很漂亮甩短多又空单 他会持续嘎空 我请问各位为什么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你讲说 他是一个很漂亮的甩短多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看上回节目 或者是你在10月初买 只要你是买玉金光的 你看到今天创新高 你是不是随便卖都大赚 因为他是创波段新高啊 那短多单是不是被甩掉 会 好再来 那你看到今天冲到499达到482会怎么样 你之前放空被嘎的人你会想干嘛 你会想摊平再空他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人性 所以他今天冲到499然后收482各位 这是很漂亮的在右空单啊 他会继续嘎空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各位这叫做趋势嘛 这个叫做趋势嘛 他已经带量突破这一条下降压力线 他至少要走这一段等距离嘛 对不对 各位你懂不懂 你看这里你如果把它连起来 你把它当成一个旗子 这叫旗行整理 突破下降压力线就旗杆的长度 这就是为什么你已经有看到外资的报告 喊郁金光喊到600多块 因为从技术线旗杆的长度一测量 就是到那个地方 但是上文没有跟你讲说会到600多块 我只告诉你 这个点很快就会过 这个点很快就会过 这个高点是一定要过的 这样就够了 所以你不可以去放空啊 上文也不会因为说老师啊 冲到499你没有卖好可惜耶 你看你如果有卖 今天跟482收盘就差17块 上文买445的啊你都知道啊 我没有卖啊 因为我的看法是523很快就会过啊 这是针对大宇之 好来各位 今天测标跟上个礼拜 我都一模一样对不对 好接下来来讲四星 老师你四星是怎么来的 买在哪里 啊卖什么股票换四星KY的呢 来请看VCR 否则各位你看哦 我今天开盘卖信邦 来你来看对不对 来各位你自己看哦 我们回到日线来 对不对 老师 开盘价 125.5对不对 你现在收盘看到了 各位你现在收盘看到了 哈哈老师啊 你开盘价就把信邦卖掉 老师我昨天才看你节目说信邦我今天跳下去买呢 那这样是谁的错 为什么上尾要警告你不要这样做 老师你为什么昨天买信邦今天就卖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有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 我就是有一些消息 我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我开盘价 我就是要买四星KY你看 他就这样 掌停打开我都根本不理他 我根本不理他 老师他会涨到哪里 你不要问我 你跟着做就好 所以各位你看到什么答案 信邦开盘价125.5 这个就小贯 小赚一块半而已 关键在这里 开盘价买157 那你自己也对时对价了 对不对 开盘价就在157 各位开盘价就157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答案 收盘呢 各位其实不用等收盘 你自己看 当我买完之后 各位当我买完之后 10点14分 掌停关门 我就已经运起来了 我就不理他了 我也不卖 现赚14块 信邦小赚一块半 那就算了 这个你马上买 马上赚14块 买10张现赚14万 投资朋友 当你看完这段VCR 来你再来看一下 老师今天四星KY也创波段新高 就像你刚才看到郁金光 也创波段新高来到499 有没有卖 没卖 老师你四星KY今天也创波段新高 你有没有卖 也是没卖 然后你看 他今天收盘是跌五毛 我告诉你 他又在走郁金光的模式 好你来看 你刚才看到VCR是不是出信邦 出在125.5 没错吧 然后买四星KY 那你看老师你卖的对不对 你看今天四星星邦呢 纵使他涨五毛 上个礼拜卖125.5 对不对 老师对 差三块 买157的四星KY对不对 老师当然对啦 因为你买完当天 不仅飙涨停 今天又创波段新高 今天收170.5 你还赚13块半 老师你为什么今天创新高不卖 好各位来 你刚才VCR就看到这里 对不对 好 今天创新高 可是呢 拉回有没有亮说 有耶 拉回是不是亮说 你自己看 少了一万张 少了一万张 所以上维要怎么告诉各位 他一样就是在甩短多 为什么 你有短线单去抢的人 看到今天创新高会干嘛会卖 会卖 懂我意思吗 因为你今天卖礼拜三拿到钱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 礼拜天号四天廉价 这叫人性 所以短多单就被甩掉了 我最怕是他明天万一开高走高 你短多单被甩掉了就买不回来 就跟郁金光一样 我说他会持续甩短多又空单 最后是干嘛继续嘎空 一样的道理啊 如果明天郁金光直接开高走高 你今天被甩掉的人 这些短多单被甩掉的人 你就不会去买他 你就会错失 哇 搞不好是错失一档标股 这就是很多投资本 为什么你买对股票 你常常赚一点点跑得比谁还快 道理就在这里 因为你没办法克服人性的弱点 所以你赚一点点赶快跑啊 这个大户啊各位 坐手就是这样在洗盘甩轿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每个人都会去看 会陷入价格迷思 就像我刚才讲郁金光 你一定会想说 如果499有卖多好 对不对 因为收482 大户就抓你这种心态 坐手就抓你这种心态 同样的道理啊 四星KY你也会啊 老师如果176.5卖多好 你看收盘收170.5 这样又有6块差价 这就是为什么投资朋友 你总是赚小钱赔大钱 因为你总是啊 把自己当神一样 哇都想卖最高 都想买最低 然后都想事后来讲话 不对 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大户做手的这个洗盘伎俩 你就会发觉到为什么很多股票 会涨一个大波段 投资朋友你赚不到钱 因为你就往往希望说 我卖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再买回来 卖这里再买回来 都要把自己当神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上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 今天郁金光创新高我没卖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新高啦 各位郁金光这个499 绝对不是本坡的高点啊 你懂技术分析自己去看 你懂量价关系 你都看得懂 同样的道理啊 4星KY这个也绝对不是 也绝对不是新高啦 还有更高 还有更高 所以为什么不用卖 不用卖啊 所以你为什么要来找上回 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你看哦 郁金光 我说持续嘎空 测标不用变吧 4星KY 风云再起 是不是再创新高 我说剑林也会风云再起 你一定说老师啊 剑林今天没涨哦 今天剑林没涨哦 可是我在哪里告诉你 本坡起涨点 120.5耶 第一趟我做哪里 全市场知道买105 卖149.5 这些已经讲烂调了吧 第二趟120.5 我说本坡起涨点 再来9月26号125.5 冲刺攀进场抢个短线 我一样抱牢继续赚 我不会因为今天小跌 老师今天小跌一块半 会怕没怕啦 为什么 这个也没破这里也没破啊 我看的是未来有没有机会 去过这个高点吗 是吧 是不是上回完全就这样公开做给你看 我不管他涨跌 因为你跟我做股票 不是看今天涨跌啊 是看到未来 是看到未来一个波段 而更重要是什么 该卖股票我会带你卖啊 要会买要会卖啊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老师你大鱼之做两趟 卖掉大鱼之买郁金光 马上接棒再演出 对不对 杏邦小赚卖出 换四星可以马上工长停 不是死报活报啊 这就是为什么 上回要成立这个冲刺班的道理 我说啊 私房标股冲刺班 要透过专人清贷 才能够效果加倍 原因在这里啊 因为啊 我不管你一百万两百万 三百万五百万 甚至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 都一样 跟着上回的私房标股冲刺班 我都会指派专人 那你要确实回报 你买几张要确实回报 然后有专人双向沟通 会带你进会带你出 你才能够怎么样 达到百分之百的执行率啊 你就能够做到跟上回一样啊 懂得大鱼之转完两趟 然后再继续赚郁金光 懂得信邦小赚赶快出 换到四星可以马上飙涨停 赚钱就是比速度 但是如果没有人专人亲自这样督促你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这就是上回成立私房标股冲刺班 最大的用意 透过专人清贷 就可以让你效果加倍 所以待会中场的休息时间 赶快把电话拨通 来抢私房标股冲刺班的名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亚洲投股 就是你家 就是你家 操作继统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测标 跟上个礼拜 还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老师对啊 你的郁金光 还在持续高空 对 纵使他今天创新高到499 我还是告诉你 不用卖了 我没有卖了 因为那个不是高点 四星KY创波段新高 那个也不是高点 各位懂吗 我讲得很清楚了吧 这个499 绝对不是高点 这个也绝对不是高点 176.5也绝对不是高点 所以你干嘛卖 他反而是走一个很漂亮的甩短多 又空单 然后继续嘎空 你要知道大户在想什么 你要知道坐手在想什么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会发觉到上回 怎么买怎么卖 你看测标就看得懂了 你就看得懂了 我有卖股票 我测标就会变啊 就像你看到 哇老师你的郁金光怎么来的 你刚才看VCR 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 有没有 大宇之做了两趟啊 第一趟赚15块 第二趟赚7块啊 有没有 然后呢 转到郁金光 哇 换郁金光飙展 大宇之跌下了 就这样做给你看的啊 那还没有卖就是还没有卖 所以你就发觉到 老师你的测标还是一样啊 郁金光继续嘎空 有没有 持续嘎空 世新K1见零 风云再起 我的看法还没变 但是上回再讲一次 你不要看我的节目 然后明天跑下去 又买郁金光 跑下去又买世新K1 跑下去又买剑林 各位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不是我的会员 不要看我节目 你又落后 我半拍了才要去买 千万不要 上回有很多私房标股 我会带你买 最新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要抢到这个名额啊 我不管你100万 200万 300万 甚至于300万500万 1000万3000万5000万都一样 我会直派专人 因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操作模式 你们做股票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而且阿童啊 有任何疑问可以双向沟通 资金怎么规划怎么买 而更重要是什么 克服人性的弱点 你这样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 贪婪恐惧不敢玩 各位你一定是赢家 可是往往只要是人就很难克服 你必须要透过客观 有上回这样指派专人来督促你 就能够把人性的弱点秉除掉 否则各位很难啊 很难啊 叫你买不敢买 对不对 叫你买十张你可能买一张 这都是人性的弱点 啊涨上来你就想跑 赚一点点就想跑 啊赔钱你就想凹 各位这都是人性的弱点 这就是为什么上回要公开实战操作绩效 我做给你看啊 我卖掉的就是卖掉 我还没有卖的我就虚报 今天创新高 我没有卖就是没有卖 因为我的看法 我也告诉你 对不对 郁金光499 绝对不是本坡的高点 这就是我的看法 四星KY 176.5这个高点 也不可能是本坡的高点嘛 不幸大家等着瞧啊 我就这样做给你看 所以各位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好友的 你赶快把握 那如果你是上为已经 是上为好友的 你就把握 我们都有提供什么 提供什么 短期的让你体验 短期的体验班 有没有 私房标股有推短期的体验班 只有每天只有五个名额 你就自己抢 那你还没有加入LINE AT的 赶快加入ED12888一定要你发发发 有没有 一定要你发发发 加入LINE AT好处很多 各位 从盘前开始到盘中到盘后 为什么 每天你都要充实这些啊 财经焦点财经知识 然后再来 从盘中你要去了解盘中的变化 指标股 类股走势 买卖点在哪里 那盘后呢 一天交战下来的结果 我知道很多人啊 可能就是上班 要应酬 要轮班 要值班 没关系 你只要是先加入好友的人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影音档会自动上传 更重要是什么 我还会再多加一段 我的语音录档 我会录 像今天录四分多 会告诉你怎么做 操作精髓在哪里 这很重要啊 你一目了然啊 用听了就知道了 而更重要是 你加入上位的好友 除了这些免费的资讯之外 更重要是什么 每一天有五个名额 你自己去抢好不好 这是非常棒的 提供五个名额 私房标股的短期冲刺班 就只有五个名额 好 这是针对LINE AT好友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的 你自己把握 ED12888 或者是什么 好各位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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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个QR Code 把它扫描 加入好友 很简单 好更重要是什么 私房标股冲刺班 上为推出的目的 就是希望透过专人的清贷 让你的效率更佳 效率更好 获利更快 有任何的疑问 透过专人清贷双向沟通 你只要有100万以上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就符合私房标股冲刺班的资格 自己好好把握抢名额 也祝各位超版顺利 我们明天 跑回时间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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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